欢迎来到我的投资频道 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讲off market房源 其实这个topic为什么最近会注意到这个 一个是房市特别火爆 所以买家都备受煎熬 所以大家都在满世界 想通过某种特殊渠道 买到低于市价的房子 所以这个off market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来源 但是你最近有没有看到 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几乎我看到大部分的agent都在玩那个小红书 然后小红书上呢 他们为了拉客人吧 很多人都在发一些off market房源 但是你去talk一下或者咨询一下 你会看到大部分的宣传off market房源 其实都是假的off market 你知道吗 我就来给你讲讲这个off market来源 因为最近我都在专研这个东西 所以呢 就为什么我最近买的房子 有一半都是从off market弄来的 所以我也把这个topic弄得比较透啊 给你揭秘一下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这个呢 平时的update还是在小红书上了 然后YouTube上基本上是一些总结性的东西 对大家会有帮助的一个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图片弄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你需要把面具摘下来才能看到后面的真相 所以 很多人就是在说agent的无用 其实agent的无用 是因为你没有体会到agent的用处 那首先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普通买家能看到的房源信息 跟agent能看到的房源信息 那是差别是很大的啊 首先有一些 至少我所知道的有三四个数据库 普通的买家是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的 只有agent能看得到 你知道吗 普通买家能看到的就是那些 上MLS on market的房子 Redfin上Zero上这些东西 那一些off market的房源是只有agent的才能看到 然后不同agent他能access的房源的资源也不大一样啊 所以当你看到小红书上发的那些off market的房源 那个所谓的off market的房源 大部分都是假的 就是你去跟进的话 基本上都浪费时间跟感情 是一些fake的news 所以那次agent用来招赖新客户的一个marketing招数 说透了是这样啊 就是他会用一些看起来非常诱人的房子 或者说我这是off market的 整个你好像有什么宝可以挖一样 你就会去跟他咨询 回头就变成了他的客人 就这样啊 说透了就这样 那大部分的市场的好房子 如果这个筛了稍微懂点行啊 他都是应该知道 这市场那么好就应该上市卖 卖个高价 这个你一个房子要卖到最好的价格 一定要上市 然后等offer deal 不要提前接 也最好不要off market卖掉 除非是非常不方便 或者某些特殊情况啊 所以你看我的房子 我的listing大部分我都是要上市的 然后要那个offer deal的那个offer 因为那样给出的价格 卖家心里是最踏实的 那已经是市场给出的最高价 或者是最fair的一个价格 你不会至于说接早了 或者是卖了以后 你觉得有可能卖亏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真正的整个成交房子的一年下来 整个市场上成交的房子 真正的off market成交的房子比例并不多啊 就是那个percentage很小 所以但是这一部分成交的房子 如果它是off market的成交 我告诉你吧 90%的概率 它成交的价格是低于 它上市off due 币的出来的价格 这个根据我的经验 和我看到的所有的统治数据都是这样的 所以但凡有真正的off market的房源 然后这个房源又符合你的要求 你去拿的话 只要三了肯接 那基本上价格都会比 你在市场上抢来的价格要低 尤其在现在这么火爆的市场 那最后很多off due 币的出来价格 其实都比市场价要高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就是说 你塞了卖房一定要上市off due 买 off due 去卖 然后你买房的话 如果你的agent的资源够多 然后呢能卖够广 让他去off market给你找 当然这种房源比较少 找起来会特别费劲 完了那个agent真的有特别好的off market的房源 他肯定是给那个最好的客户 不会给那种 就是说忠诚度不高的 忠诚度不高的 你都要担心他拿了你的off market的房源转头找别人买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互相之间的信论都是相互的 我在我的频道的第五期 曾经有曾经提过这个话题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不上市的房源 为什么有的卖家想要off market卖 off market有没有好房源呢 有 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在off market卖呢 就是跟我前一页讲的 你上市啊 你等off due 卖的价格是最高 那为什么有的人还是要选择off market卖呢 这里面会有种种原因 有这些原因就是可能导致一个好房子 他也想在off market卖 这是真实存在的 第一种原因就是 其实我们在拿到一个listing之后 会做一些pre market的宣传 那个阶段呢 我们是想去测试一下市场 看看有多少人感兴趣 然后去收集一些对这个房源的feedback 这样我们知道调整那个定价的策略 所以有可能原因是一些pre market的 如果在这个阶段呢 突然有一个买家对这个房子特别感兴趣 拍的价格特别到位 然后seller也不贪心 特别satisfied 他有可能就直接卖了 还有一种就是说 住在里面的seller 他由于某些原因 他有隐私性的要求 就是privacy 他并不想这个房子 他住在里面的时候上市 完了来看的人在家里走来走去 然后也能看到他们家的照片 然后在那拍照 有的seller他是不comfortable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就想在一个比较小的agent的圈子里 就直接把这房子卖了 就是说 对他已有的生活干扰不大 这种情况下 他是有可能off market卖的 还有一个就是试探市场 就是有的并不是真的要卖 他在那边试探一下 如果到了他的 就是他预期的最高价呢 他是有可能会提前卖的 如果没有 那他就正常按那个上市的流程走 还有一些是 Flipper跟Builder之间 因为资金链的一些变化 他想要赶紧的卖出去 但是他又不想把这个房子 丢到市场上去卖 因为如果这个房子留下了 那个卖了 没有卖出好价格 然后又下市的记录呢 就会导致他下一次上市的时候 可能会被人crash 觉得这房子有啥问题 你知道吧 所以尽量他会害得一些 已经上市的一些信息 这种情况下 他有可能off market 再直接卖了 他不贪心 他也就直接卖了 还有一些seller 他想节约一些卖房的成本 比如说 他就自己卖 我也不hire listing agent 完了他想把那个listing listing fee呢 给省掉 他就宁愿那个房子 稍微卖的便宜一点 就是他觉得他节约了成本 有的seller是有这种想法的 你甭管人家这个 是不是make sense 那都是个人的取舍 那就是怎么找这种房源 我在第五期里面总结过 是那个时候的认知 就是一种是自己的listing 还有一种是networking agent之间来的 还有是你在下单的时候 聊天聊来的 最笨的一种方法就是 去敲人家的门 code calling 这个效率也是最低的 打1000个电话 可能捞不到一个房源 我知道有的agent的 就是hire那种 海外的那种 专门打电话的人去lock 我也有从这种agent的手里 买了过房子 那这个效率是非常低 我是从来不用的 那我就我现在的经验 和我最近的 就是我找那么多off market 房源的主要来源 我再重新总结一下 因为人总是在 不断的成长跟进步 所以他的认知 也是在不停的累积的 那大部分散户 或者是你在小红书上看到的 各种agent的贴出来的那种off market 房源呢 里面有80% 其实都是agent能够看到的系统里的 一些upcoming listing 你知道吗 这些upcoming listing呢 它是agent能看到 散户是看不到的 所以就是导致信息 不是那么对称 那他就可以说 我有这么一个房子 有没有买家要买 这种其实是一种 就是一种招赖客户的一种手段吧 还有几个比较有效的 就是系统 在整个agent的系统之外的 他能access的一些top agent的之间 比如说你签了个listing 我会告诉你 我这有个房源 你有没有买家 有的话我直接卖给你 这种互相之间 会有一些communication 那有的你 比如说跟你关系比较好的 人家一签那个listing 问你有没有 有的话就直接match就完了 就根本等不到上市那一步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 其实成交的还蛮多的 我跟你讲 然后还有top agent network里面 他们会broadcast的这种upcoming listing 有的根本没有走到上市那一步 就已经被买走了 这种资源就是看你的agent 知不知道去access这些系统 而且他有没有这个能脉 那其实你说 什么top agent 大家最爱骂的就是top agent 为什么 因为你的成交的case越多 那大家都看到 有些房子是你买走的 然后没有拿到那个房子的人 他就恨死了 拿到这个房子的agent 所以成交量越大的agent 他一个其实真正的真相就是 这个agent为什么能成交那么多 他能拿那么多房子 而现在的市场 就是说拿个房子那么难 有的并不只是单纯 就是说你这个价格是最高 什么之类的 那你说人家 要把这价格拱得最高 那就不停的counter不就完了 对不对 那其实你那个agent 他的成交量要越大的话 他其实手里的资源就越多 一个是跟agent之间的networking 所以他的资源越多的话 他这种off market来源也就越多 反正我是经常有一批agent 他们签到listing 就会问我有没有买家 就有的off market 我就这样拿来的 你知道吗 从agent的手里直接买的 然后有的是 非常罕见的一种渠道 就是directly sell by owner 就是那个seller自己在卖房 他没有listing agent 这种情况下 他不一定知道 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那反正你只代表买房 那你要maximize的 就是尽量把这个价格搞低 帮你的客户把它买过来 这种deal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非常罕见 就算是agent 要access这种房源 机会也是非常少 这种就是凭运气吧 我觉得 可能这种渠道 第二个渠道跟第三个渠道 来的稍微多一点 就是可能我有80%的off market 都这样拿来的 然后一年会有那么几个呢 是通过一些 我自己都不相信 运气那么好的渠道弄来的 就是有人在里面 或者privacy原因不想上市 跟我前面讲的差不多 还有一些 你们会看到的 有一些agent 他自己做flip 我自己也做的 就是做一些flip 他专业的flip 会有一些特殊的 wholesale的access的渠道 这一部分是agent 都access不了的 就是那种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求的买家 他基本上都是要all cash 10天close这种 那这种资源的话 房子的确折扣的比较多 但是呢 这个好像不关散户什么事 因为大部分散户 他还是要贷款的 你知道吧 然后呢 这个flip之间 倒来倒去 我赚一道钱 倒给你 你再flip一下 最后卖的 就是卖给终端买家 他最后都是会上市的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房子 为什么短期内交易了一两次 完了最后又上市 然后再卖一个个价格 从第一个人倒手到最后到终端买家 买走的话 可能价格能差个100多万 就这样的 因为就是说 wholesale里面 他有一些resource 就是专门去市场上找一些特殊渠道 all cash 那个买房买过来 他那个信息差就会特别大 那湾区的房子 差个100多万呢 我都见过好多个 每年都有 那你flip的话 他需要留购那个profit margin 他一定得找这种特殊渠道 不会去市场上买房 市场上的房子 那基本上都是卖给中端买家的 知道不 我一般发off market信息呢 我不会随便发 就是说这个off market拿来 我一定会先做一些调查 首先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说假的 什么叫假的呢 就是你根本人家 不会off market卖给你的 那就是假的off market 你发出去有什么用呢 这不是浪费别人看的时间 完了你自己 问了半天是假的 其实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跟感情 每个人都不想自己的时间跟感情被浪费 所以也尊重别人的时间跟感情 我觉得 加上我自己是一个不怎么说废话 也不怎么在现实生活中跟做business 我都不怎么做无用功的了 这无用功做了没什么用啊 就浪费别人跟自己的时间 那其实真正的10个 真的off market的里面 我说了大部分的发的off market都是假的啊 假的除掉那80%多的 剩下的真的off market里面 10个里面 可能呢你淘下来的好货或者值得买的也就一两个 所以这个是需要层层筛选 然后如果真的筛下来的那么一两个好货的话 你还得给那个特别ready 特别懂市场的买家才抓得住 他才知道这是个真正的deal 对不对 因为这种off market好的货 真的是好的货的话 一会就没了 我告诉你 一两天 一两天就没了 根本你动作不快的话 还在那儿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的 那早都没了 我告诉你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seller像这种seller你知道这种假的off market的房源 他seller是不会提前卖 或者说他会要等上市等offer due的这种房子 你就不需要不需要去发了 因为这都是假的 你pass就好了 然后硬商房 有的off market他是 就是在off market的诱饵去诱导一些买家 完了买个硬商房 你知道吧 这种也有的 包括我自己以前有一些买家 被就别的agent的用off market 就是给拐走 一看这房子买的都是硬商房 就是一些硬商房 这种也要pass 你也不需要贴出来 因为这种房子我也不会去买 你知道吗 如果我知道这房子 甭管它是off market还是off market 只要是个硬商房 我就根本连看都不会去看 就直接pass了 或者房子本身有问题的 有什么地基啊 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 比较严重的问题 也不需要去贴了 所以筛选下来的那个 就是100个里面 80个是假的 剩下的20个里面 那么2到4个真的off market 你就得动作快 快很准 一步拍到位 但是你拍到位的价格呢 它也是比on market卖的要便宜 那还是就是可以拿的 这个其实就是考验agent的经验 它的那个鉴别能力 和你的行动力 你这个两者没有的话 你其实还是买不到off market的房源 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把这个研究的比较透彻 所以基本上一个房子拿过来 我都知道它大概比市场价低多少 值不值得搞 那就是一个层层筛选的一个滤镜的过程 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好玩的图片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 它是不是off market可能买的 是possible还是impossible 这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流程筛选的 好今天想讲的就这么多 如果对这个topic感兴趣 或者是想要学习更多地产 那个揭秘内幕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小红书上我就不发这种东西了 小红书我要甩出去的就是 直接就是甩那个listing的视频 看房视频 或者是房源找买家的这种了 好就是下一期再见拜拜